哈嘍 哈嘍各位好 欢迎来到烂地的游戏频道 今天呢看到这个封面这个标题 这个场次 我想各位应该就知道是谁投稿了 啊我就不说了 啊这场比赛是用伯伯 哦出战这个伯根帝人 哦那有鉴于上一次对不对 大家都在看这个 其实我上上一次那一局我 是有考虑要标个新手标签 因为我觉得对方那个 阿姿还是后面还是有些地方比较奇怪一点 不过 我觉得因为两边分数其实也都 一千四百多分 我觉得一千四百多分真的已经 我算是一个新手程度了 所以我决定还是用 一般的形式 就是做这个封面 不过 呀我知道有很多人看这种对局就 看的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很生气 也不是你在打 但是你会看的很生气 我知道 不过 我以后还是会出这种影片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推 每一个投稿 每一个比赛 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看点 或者是 有他一些有趣的地方 我们 在做这个 对战的时候呢 不完全全全部都会去讲解 战术阿 或者是两边的一些 临场的反应的抉择 这种比较 偏向 硬比较硬的内容 有时候看一看这种比较特殊的对局 中间会发生一些 神奇的事情 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啦 好不好 那 反正 就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来 今天就来看看这场比赛 發展是怎么样 那 ok 我们来看一下伯伯 很久没有出现伯伯了 那伯伯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 不弱的文明 骑兵跟海军文明 然后村民移动速度提升10% 就是他的村民在打野猪的时候 你可以射一下直接往后跑就好了 跑得非常快 基本上不会被野猪追到 然后马舅单位在城堡时代的时候 便宜15% 帝王时代便宜20% 所以伯伯也蛮常打马爆的 因为他均匀的这个 马舅的 费用在马舅单位的费用在城堡时代 会很便宜 所以他打这个城堡的马爆会 非常有优势 而且伯伯有骆驼 特殊单位是骆驼公骑兵 我们来看一下骆驼公骑兵 好这个东西 看一下 擅长攻攻击马公跟步兵 不擅长攻击重装长枪兵 毛兵跟骆驼骑兵 好总之就是一个反步兵反马公的一个单位 50木头跟60黄金 算不上非常的贵 不过也算是有一定的价格 然后标枪骑兵 标枪骑兵也算是勃勃的一个特殊单位 也只有勃勃才有 标枪骑兵 你就把它想成是战毛兵但是骑着马 的那种感觉 但数值上 血量是比较多的 然后 资源消耗是肉消耗的比较多 所以 射程少1 射程少1 但是血量比较多 那 到这个帝王时代 因为他可以生精锐 标枪骑兵的关系 所以 也有可能在后期的时候 会看到对方去爆这个 这也 勉强也算是垃圾兵了 因为他也只是吃食物跟木头 所以其实也是满垃圾 其实他就是垃圾兵 好吧 就是 因为跟毛兵一样 都是食物跟木头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垃圾兵 后期帝王时代也是看过 薄薄会去一直爆这个单位 也是会有他的奇效 再来的话特殊科技的银罐跟井罐科技 各位就看一下 这个工作速度 城堡工作速度提升 包含造这个单位也会提升 还有 骆驼单位有自愈能力 我现在还是记不起来 这个他说的自愈能力到底 多快 基本上我都没有考虑会研发这种东西 好吧 呃 ok 剩下就自己看一下 科技的部分的话射箭场是没有到强弩兵 然后没有安息人 冰影的部分呢 有剑勇 没有挤兵 只给到的重装长枪兵 攻击护卫纵火都有 马就的话呢 没有给到游侠 不过也算是非常完整的 毕竟还是个奇兵文明 有火炮非常的好 兵工厂 科技移应俱全 然后 经济的部分没有双人聚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好吧 今天各位应该是不会看到这个 gramp fire 对不对 不会看到彗蓝趴火 好不过各位还是要跟各位稍微 我会传达一下就是 我做这些投稿 我为什么会做投稿 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都有点参与感 就 我不管几分段的 我觉得不同分段看一看内容 然后也 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不管是第一分 中段分 高段分 我都会去轮流做 即便最后都没有高段场在投稿了 我也会去 看这个高端对战的记录 然后也会做给各位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你自己如果比较喜欢看高端场的 你看到那个分数 好自己就斟酌一下 好不然就是你看完 好控制一下自己的 这个情绪 好怕各位看一看抱血管之类的 不用不用太激动 反正 好像这种比赛比较高 高分段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学一些东西 好那 自己挑自己适合的吧 好不好就这样子 好前期这边闲聊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都 产了二十跟二十一个村民 好然后伯伯这边开双伐木场 那伯根帝这里是 一个伐 两个伐木场 哦对了伯根帝因为是新单位的关系 新文明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 伯根帝我也是 那有点久没看到他了 所以我 我顺便自己复习一下 伯根帝骑兵文明 然后看一下 提前一个时代可以进行经济升级 我想起来了 他可以比较早的去研发他的经济科技 然后全部都往前移 然后马舅的科技费用减50 所以他进那个重装游侠会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城堡时代就可以升到重装骑士 但是我记得他没有给他那个品种 对因为没有给品种的关系 所以他的重装骑士在城堡时代 跟有品种的 骑士国比起来 其实是一样血量的 就插在他的我记得好像是攻对攻击高两点 血量是一样的 所以也不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啊 然后再的话 马上清装兵 之前那个会冲锋攻击的好像也被削弱过了 还有佛兰明明兵 然后特殊科技是食物全部转成黄金 然后农夫不仅可以生产食物 也可以慢慢产生黄金 还有革命 就很像三代的那个革命 其实就是那个革命吧 所有村民就会变成民兵 OK 好看一下他的科技术 游侠嘛 有火炮嘛 所以 那科技部分呢 没有工兵护甲 经济全部都有 OK 好 来看一下这场伯根地的发展吧 然后 顺带一提是 之前也有看到 好像有人贴 有人贴过那个 胜率表 我看一下现在胜率 是不是那个西西里 现在好像还蛮惨的 我觉得好像西西里好像蛮惨的 如果你有这个西西里 然后打得不错的比赛 幻影都会投稿 那 最近投稿量是真的也是有点多 所以 都会进排队 如果你不是高阶会员的话 基本上就是排队 然后我会照分数的 就是照分数去做 今天做完高阶场 我们下次就会做一个 比较低分段 可能新手场 然后可能会做一个中分段 然后再做一个高分段 好的 以此类推 大概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呈现 我觉得还是要让 这个 大家都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各位去投稿自己 觉得不错的比赛 那我也说过了 我投稿一项就是看各位的 好 自由新政 就是 你自己投稿要自己 解释一下自己的内容 是不是 有来回 有时候我还是会做到一些内容 真的看起来很糟的 就是我花了半夜的时间 录制完之后 发现不太行 我就得把他砍掉 这样就不太好 好啦 现在 进封建嘛 所以 两边就是都采取一个肉马战术 伯伯也是马国 伯根蒂也是马国 所以这个肉马的对战是 必不可免 好这里 这里是伯伯的 肉马先冲进去砍了一个村民 但自己也死了一个肉马 所以没有到非常赚 这里的话看一下 这个肉马 也还了一只 然后对方的长江兵也过来 但是没有戳死 所以这三个算是赚 砍了一只 但是没有死 就还不错 那前期防守肉马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照少量长江兵做巡逻 在重要的据点去做巡逻 那这里的话被包围了 我们看一下 伯伯也砍死了对方一只赤猴 所以下面两边交换的 性价比是一样的 两边都是死一个村民 死一个赤猴 还 还算可以 没有落差 两边也没有占到哪边的便宜 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组合 这个长江兵配肉马 长江兵配肉马 然后防守自己的伐木区 那伯根蒂这边 倒是没有比较早的围墙 但是重点 他是围的重点部位 就是像 伐木场这边 这边都有先进行 这个围墙 把他围起来 那当然 诶 看到伯伯这边是 直接围了一个大墙 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 控兵的时刻 之一六二 这种控兵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在封建时代 不管是肉马啊 长枪啊 长矛啊 还是 还是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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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兵啊 小弓战术啊 操作都很重要 因为前期 弓箭的单位并不多 像这里的话就是 有点稍稍的小食物 不过还有长江兵的攻击并不高 这也是还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你长江兵 要去点对方肉马 你的肉马又要找机会点对方的肉马 但是这里造的 这个长江兵其实两边的数量也都是不少 所以这边应该是会拖到城堡时代 蛮长一段时间的 这时候看到伯伯这边也是 没有要跟你做练战 家里就是专心防守之外呢 就拉了自己三只的 赤猴到伯根帝家里去巡逻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积 有机可乘的目标 好像是这个 这个建筑公应该是 再结难逃 四个一起砍 这边的话呢 哦 四个赤猴 这边是硬砍对方的长江兵吗 还是蛮痛的 这个硬砍真的是也是还蛮痛 这要做交换吗 哦 第二刀没有砍出来 这还蛮赚 但是同时这里 伯伯也是在摧毁对方家里的 骚扰对方家里 也是在找 那两边都是在做肉马操作 一边防守一边前压 这个非常的消耗手术 但还是让伯根帝这边找到的机会 给修理了几个村民 又砍死了一个村民 这个村民应该也是要 死掉了吗 长江兵过来帮忙 有没有办法戳死一个赤猴呢 没有 分开戳 那看一下伯伯这里 伯伯这里的话 四个赤猴这里 再继续巡逻 找有机会的目标 但是伯根帝这边的伐木区 也是围的非常的严密 这里的话稍微的 也是没有操作到 长江兵在这边 是被围殴之后的 直接绞掉 继续巡逻 然后看一下这里 伯伯这边已经是准备上城堡时代 那一旦伯伯上城堡时代 就是 他会有一个很不错的 马厩单位减免吧 这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过 所以还是要小心 伯伯这个上城堡时代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波爆发力 但因为伯根帝的经济 是往前挪的 所以他其实现在如果提早去研究一些 经济科技 农超过一段时间 伯根帝的经济 确实会比较的起飞 因为他那个 经济的部分 是可以提早一个时代去研发的 真的是属于比较长久效益的部分 这里继续的做骚扰 两边村民树看一下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落差 35对比36 这里继续砍 变成35对比35 直接硬是拉平 而且两边也都是 同样差不多时间升城堡时代 所以也没有差太远 这时候伯伯应该就是 开TC 然后造马厩 应该是没有什么意外 是要爆骑士 而且这里伯根帝 我看一下 伯根帝是爆骑士 但是 伯伯是直接选择骆驼 哇 对没错 又是骆驼骑兵 这个是想说对方 直接转骑兵 所以就直接出骆驼了 这个算是一个 蛮聪明的选择 我刚才以为伯伯应该会 跟对方对爆这个骑士 但是我在猜 也有可能是 有一部分考量 是自己经济 可能也不一定 抱得贏对方骑士 所以这里是 直接又出骆驼去做反制 那也不错 因为骑士 这样子 一开始前期的话 少量骑士 就对少量的骆驼 骆驼还是比较占上空 这个数量上 不要差异太多的话 骆驼要砍 骑士还是蛮赚的 骆驼也蛮快的 120点血 然后骑士 这边是100点血 伯根帝 而且因为伯根帝 骑士偏弱 所以 就他还没上重装之前 他的骑士偏弱 没有品种 所以他这里出骆驼 回身打的话 是真的还蛮不错 这多20点血量 真的是蛮巨大的 所以你看到 伯伯这边是继续 爆更多的骆驼 伯根帝这边同时 上了僧侣 这也是反制 骑兵战术 非常优秀的一个单位 僧侣 非常万用 不管反制什么 像投资车 反制对方的骆驼 骑士等等的单位 都非常好用 你看到这些 伯伯爆出的单位 是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伯伯 所以伯伯在城堡时代的爆发力是真的蛮惊人的 我们看一下伯伯这边的马就 两个马就 通常 应该都是以两个马就为主 因为经济上的话 差不多你正常浓 浓到城堡时代两个马就是一个 可以把你资源消耗殆尽的数量 不管你是出骆驼还是出骑士 我看到对方 伯根帝这里的经济 是 目前残存的食物跟木材是比较多 而且因为有配僧侣的关系 这里可能骑士 骆驼混骑士了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组合 因为骑士有不错的杀伤能力之外 他也可以对付其他的单位 骆驼打不动的单位可以交给骑士 这个混搭算是蛮难对付的组合 这样对手的话 有僧侣有一些长枪兵 但骑士数量偏少 这里蛮危险 就要看这两个僧侣有没有办法 及时的感化两个单位过来 不然这里被围殴的话 这骑士死亡速度会非常快 尤其这里伯根帝的血量少了20点 非常的不妙 这里僧侣硬要感化 但是对对方直接点了 但还是有成功感化一只 后方的僧侣赶紧的往后拔腿就跑 骆驼数量还是太多了 伯根帝这里的骑士少了品种 真的不太行 扛不太住 直接还是得往后拉 仰赖城镇中心做防守 好虽然 虽然骆驼砍其他单位不行 但是这个数量太多了 情况下你也是不好对付 好那 对付骆驼最好的方式 还是出这个重装场枪 重装场枪反制起来 是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但是这里伯根帝可能 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转重装场枪 不要忘记了 转兵是要资源的 好时常有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转兵 为什么不怎么样 因为你看上面这个资源 这个肉 我应该调对方 伯根帝你看这个肉 他光照前线单位都来不及了 这时候转兵真的是还蛮难转的 不过他还是打算要转兵的 军营也是拉出来了 这里被直接骆驼一波爆坎 完全受不了 所以这看起来还是要转军营 中装场枪兵也是直接拉上去 转兵要时间 这没有那么快 而且 看一下那个 伯伯这边的视野 伯伯这里的话 应该是 OK 他这个TC都有做防守 所以这里也不太好摧毁 但是这边村民这么多 也塞不下这么多村民 所以 这波骑士冲进来 其实也是可以收获不少目标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 当下打都是有战务的 你也不敢随意冲进去做交战 而且对方还有森林在这边感化很讨厌 感化一只就赚 感化一只就赚 没有问题 用这个视野给各位看一下 当下对战的感觉是怎么样 哪边分数其实没有落差非常多 所以即便这边的兵种克制是优势的 但也不能掉以轻型 我们还是要 伯伯这边还是要自己要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你看到的视野就是长这样 而且你分数拉不开的情况下 你可能也无法确定 对方到底是报了什么样的战术 而且他没有看到 伯伯这边是没有看到对方的概局 所以可能不知道等一下会有一批大量的 这个场上兵出现 这里看到中方场上兵了 所以这里就会不打才对 吗 数量上还是有赢 所以这边是运吃 我觉得中方场上兵的数量还没有起来 跟对方只要做一个一波硬换 伯根地这里的骑士也是一个倒下 中方场兵数量不够多的情况下 混搭骑士这波交换起来的话呢 还是有赢 还是有赢 而且骑士也都还活着 这边的石头场也被找到了 这个村民有点可怜 没有地方跑了 我们把视野点开 长兵是继续的惨 两边村民数的话呢 伯根地是稍微的偏少 被砍了不少村民之后 这边经济会稍微的落后 但是这里伯伯的 骑士也是被长兵给赶了出去 不过刚刚这波交换对伯伯来讲 算是比较优势的 那后方还有一些骑士应该是没有点到 没有控制到的 点到对方家里之后就被 中方场兵给戳死了 来看一下稍微加速 这边的话伯伯开始转骑士 因为对手已经是开始爆一堆中方场兵了 点掉吃掉一些落单的单位 然后中方场兵直接做潜压 我的老天 中方场兵直接前压 直接克制对方的出兵点 这边是直接压上对方的出兵点 家里这里勃勃的骑士是要进去做一波骚扰 有些人是攻打了一个 对方的僧侣 死前还是有召唤到一个 党化到一个骑士 这边还是配合中方场兵去做消耗 这长兵戳骑士还是蛮有优势的 换着换着换着 还是会慢慢的吃亏起来 所以骑士还是要做一个分兵 这边分一队 这边分一队 对手也会分身法术 非常消耗手术的一场 不要小看这个操作量 非常的庞大 家里这里的话呢 国庚帝的步兵也是 就是中方场那边也是往前 往前塞 去扰乱家里的经济 两边都 哇 一边进攻一边防守 不愧是这个1800分段以上的场次 他大概都有这分水准 但是你看喔 这个交换交换交换者 你看这个 勃勃的分数其实越交换越低 一方面是 勃跟帝的经济是比较 科技是比较先进一点之外呢 这个骑士换一换换一换被感化 然后这样子性价比交换起来 其实对骑士方这边死骑士的话 会比较吃亏 因为那资源是不划算的 好啦 伯伯家里的中藏兵应该也是解决的 到处都有 警铃声 要看哪里 到处都是这边也被戳死 这边也被戳死 不過暂时好像 危机有化解了一些 伯跟帝这边的话呢 看一下 僧侶居造 然后开始捕村民 伯伯这边是因为有自己的 骑士的减免优势的关系 是持续的在造下一波的骑士 来看一下这波 十只骑士 对方应该是有看到 所以应该是做好防守 这个中藏兵又是继续点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村民 这个村民 往前要盖东西 结果碰上了骑士大军 这里要屠村了吗 看一下看一下 又敢化一只有钻有钻 胜驴敢化一只就是钻 然后中藏兵继续追 村民赶快再回来 去修建筑 看来这边没有什么危险 中藏兵保护得非常好 这边彻翼都有一个 部位军 可以保护自己 然后这边的骑士 空不到了 直接被中藏兵吃掉 所以 剩下的骑士剩下六条 这边的村民 会不会拉进城市中心呢 看一下 有拉进城市中心 没什么问题 前线继续做交战 中藏兵数量还是非常多 这些建筑工 感觉是想要去盖人家城堡了 你会看到前线 只要出现大量的村民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用想 他要盖城堡 不然不会拉这么多村民 拉的村民是很多 而且因为伯伯这边是单纯 只有骑士的关系 对方也没有要转兵了 因为伯伯也没有要转兵 所以 伯根帝也不用转兵 继续用中藏兵兵推 对伯伯来讲是比较难受一点 但是有 为了因应这个 中藏兵兵其实有搭配弩炮 这里是非常正确的兵种选择 弩炮算是转的比较快 不用再 生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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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弩兵啊 生什么 蛋毛兵啊 这个太花资源 弩炮是比较快的选择 串烧起来是蛮开心的 然后这个城堡 哇 没修起来 村民这边点爆 然后 看一下 超奇乱 到处都是战场 这边也被打 光长兵分身拔束 两条腿真的要跑赢四条腿很困难 而且如果我这边是 搭配弩炮再跟对方换中藏兵的话 我觉得 光长兵就比较不容易 占到便宜了 因为这弩炮对方 我跟弟兄如果没有出头子车反制的话 应该是反制不了 所以这边也是造了工程所 开始升那个头子车 反制弩炮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头子车 头子车通常丢弩炮 弩炮也不容易闪开 因为速度太慢 通常都还是可以直接操爆了 这站在一起串烧也是蛮开心的 看一下 这个伤害 哇 哇 这个 投车出来直接被抓个正早 他把这个点位点在这边 不是伸在后面 所以完全保护不到 中央长兵完全来不及 但是 也是有一些骑士 可以去斩杀对方的 母炮的 然后这边在前线 还没盖好的城堡 伯伯自己这边也修了一个城堡 这场打得非常的紧凑 从头到尾都在打架 好的 两边的经济看起来 还是有伯伯这边占领了一个先机 103个村民 但是伯庚帝这边要上帝王咯 上帝王就还有一个变数存在 但这个城堡一直修不好 这个修不好的城堡 可能这个城堡修起来也很难再把它修起来的 这个要再继续往前补村民 这些村民损伤也是非常的大 看起来也是有点危险 那因为伯庚帝上帝王时代的关系 这些中央长兵准备要进几兵了 这个村民数虽然有落差 但是分数上还是有伯庚帝这边占领的先机 这边 城堡的话伯庚帝这边都已经盖到快完成了 这边拆掉也是会损失非常多的石头 所以伯庚帝要准备要把它修起来吗 我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伯庚帝在这边把墙壁都修起来 各种的把那个 冥房卡在这边不让对方进来 硬点这个城堡 好那伯庚帝感觉想要放弃了 这里是在后方修新的城堡 这个城堡感觉就放给对方拆 那既然几兵的话要打骑士 当然就更没有问题了 但是家里这里一直都有骚扰 哇 这场超累 好不好 我是伯庚帝的话应该家里经济已经爆炸了 因为到处都是有一两个零星的骑士 然后因为自己又只有几兵的关系 这要支援又很困难 你放几只几兵在家里如果太少量的话 还是会被对方不小心一个小集团进来硬吃 伯庚帝的城堡也蛮帅的 很少看到 好来看一下伯庚帝的城堡 好那这样子的话是一边几兵 然后一边出骑士 但是现在伯伯也是要准备上帝王时代了 但因为伯庚帝这波城堡被骚扰的关系 他的巨头出来的时间是真的满偏晚的啦 不然刚刚早点出来的话 这个城堡应该很难 很难维持住 尤其是 现在有疾病的情况下 对方伯伯的骑士要过来硬点 巨头的话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 等一下就看一下这个巨头出来 有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样的 反制 你看一直有小集团 伯伯这边非常的聪明 一直派小集团在 对方家里去做骚扰 一直要干扰对方的经济 但 伯庚帝这边也不是省油的灯 村民也是补得非常勤 分数上感觉还被拉开了1000分 好一个巨头在这边丢的话 伯伯这边应该会拉上村民去修理才对 不然这个城堡掉的话对防守来讲是非常吃力的 所谓机动单位在战争中非常有重要的地位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骑士进来 你要用步兵去追吗 你要追到什么时候 只能追到屁股后面跑 所以这里为拖延时间 也是得应修这个城堡 要撑自己的巨头出来 因为自己家里的村民比较近 所以如果是做防守 做为防守方这一方 你只要城堡修在家里 你的巨头去丢对方外面的巨头 通常你会胜利 通常你会胜利 因为你有一个防守上游戏 你的村民补充比较快 对方村民补充一定没有那么快 这边要硬点喔 应该点得起来 OK 非常好 这个两个城堡就不好说了 哇 但这里骑士分队 还在继续的屠杀村民 哇靠 你看 这是我说的 你在家里就算准备少量几瓶 对方要是很心下来跟你溢吃 稍微小操作一下 你的骑士也是会把对方给杀死 但这几瓶真的还是差太多 骑士还是蛮伤的 这个城堡应该修不回来了 好吧 那勃勃这里是选择直接退守 直接退守 退守到后方这里去做攻击 这个城堡应该守不住 家里的骑士依然的在骚扰 有时候村民对130个村民 但是 薄薄这边是卡人口了 好村民数量太多了 房子也补够多 而且房子一直被拆掉 这边卡了非常多人口 甚至连这个长剑兵都转出来了 因为要去对付对方的起伏 准备要升这个剑涌上去之类的 但是卡人口啦 卡人口了 民兵造很快 很容易就卡人口 就算是长剑兵打几兵还是蛮有优势的 而且也可以砍城堡 这里人双手剑兵都升上去了 这个对伯根帝来讲有点麻烦 因为现在没有有效的手段可以反制双手剑兵 这几兵在双手剑兵面前就是一团肉砍菜 而且可以直接贴上去砍城堡 不要小看民兵 民兵要是你敢跟他近战贴着打民兵的伤害是 游戏中也算是一等低的 你看这个伤害也是12加2 这城堡应该也会撑不住 所以这里看起来有点麻烦 伯根帝前帮的城堡要被 双手剑兵直接一波强行吃掉 资源也吃了非常多 所以外面也有一些小型的零星战场 看一下正面这里 双手剑兵这一波往前推进对手 伯根帝要做什么反制呢 伯根帝家里好像没什么单位了 OK 开始出肉麻了 肉麻去反制剑兵勇士嘛 感觉有点困难 也没那么容易 这剑兵勇士进去一波屠杀村民啊 拿的双手大剑冲进去就是爽 这些几兵完全不是对手 太多战场了好不好 各位 我没办法每一个战场都带给各位看 稍微跳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好了 超级吵 我们看一下主要这里好了 那 青骑兵出来还是比剑勇便宜一点 因为只需要肉麻 后期帝王时代只要你耕田跟的好 你的肉大概是属于无限状态的 这边后期开始转的剑勇呢 然后勃勃这边也要出一些 那个 重装长生兵要去做反制 几兵队也是要出一些 这里 匈牙利清奇兵虽然冲上来 但是这边已经升上剑勇了 剑勇要打 打匈牙利清奇兵 其实问题也没有那么大 3加4的攻击力 各位 17点伤害 好不好 70点血也是非常多的 纵使对方伯根帝的骑士是 啊 比较垃圾的单位 可是 经济上如果这边在被压制的话 也不是很妙 但伯根帝这里的经济 其实也没有很差 这边两边村民数也没有落差太多 啊 天哪 这两台巨头被拆掉 伯根帝这边有点痛苦哦 满贵的 而且这边是伯伯往前修了一个城堡之后呢 在这边继续做一个阵地战 这边通常伯根帝的选择 应该就是会派肉马到对方家里去烧了经济 你在帝王时代不有效 放 把对方经济给摧毁掉的话 那个单位真的 一时之间蛮难杀完的 你去摧毁掉对方经济的话 比较容易的让 这个 比赛 可以过得快一点 快一点进入尾声 不然你看这个 满地都是剑勇 这场也是什么兵都转了 从头到尾的无敌转兵 从头转到尾 但是这个剑勇看起来还是很 很质压全场 我觉得 这个城堡中心打剑勇是完全不行 到帝王时代这个远防 点一点也有五点远防 城堡中心也设不太痛 这城堡中心掉了对方我觉得 这经济感觉摧毁掉的比较厉害 我觉得 现在 伯根帝应该是蛮难在 做出什么样大作为 就算这些匈牙利新奇兵 在国家里有做一波骚扰 可是数量上还是不太够的 你看 光台湾兵出来还是成功防守住了 但是 伯根帝这边 挡不了自己挡不了这波剑勇 这个剑勇完全没有对手 这个剑勇完全没有对手 哦 就算阿力新奇兵帅也要硬砍了 来看一下这边剑勇要怎么做 因为后方 我看一下 BG了 都打了 好 这样比赛非常的魔幻 那 不要忘记了 看到这里的话呢 给这个节目 点一个喜欢 来支持这个节目 也不要忘记了订阅 追踪更多的 4162的 对战 对战的影片 要总结一下啦 这场比赛 确实是打得非常的魔幻 从头到尾的转兵 到最后 这个剑勇过来之后 柏根第一 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付他 因为资源其实两边也都 非常的少了 包含黄金 黄金数量的话 可能还可以借有一些资源交换 但是其实后期的黄金交换起来 是非常昂贵 两边资源也算是花得非常干净了 那 柏根这边是后来直接是一波剑勇 剑勇海不断的海烟过去 接力赛一直往对方家里冲 那 一直有在讲这个帝王时代经济很重要 所以他家里基本上不能工作 就是柏根第一家里基本上不能工作了 最后这个 城镇中心也是被迫的被押制回了城镇中心 那即便现在柏根第一可以继续抱这些 柏根第一轻起兵 可是其实他的 食物已经是 基本上见底了 那再加上他看到对手已经也有中庄长安兵 正在生产当中 家里因为他冲过去的这个 起兵被中庄长安兵戳 所以大概也知道没戏了 这边也是只能投降 非常忙碌的一场比赛 好啦那这样比赛就跟各位带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期待下次的 GD我二的更多影片吧 下次再见 拜拜